这是大中华北亚超兰达现代中文学校第一届中文朗诵比赛的决赛 我们两个为今天主持人 我是李扬 现在在北校的AP班里学习 我是春瑶 现为北校9一班的学生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比赛 首先特别感谢大中华超市对我们朗诵比赛的支持赞助 并冠名比赛赛杯 其次我们要感谢中文学校学生会的同学策划和组织了本次朗诵比赛决赛 从本学期开学以后 学生会的同学们每周周日都举行会议讨论本次比赛 同时学生会的同学们更是担任了今天的比赛志愿者 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 请大家给我们的学生会的同学们一些掌声 谢谢他们的心情的老朋友 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我们也请学生会介绍一下他们 请学生会上场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小哥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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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亚太湾的现代中文学校的学生会 目前有20多位成员 我们主席是秦栋董和李扬 副主席陈家宝 财务 同宗校和秘书 王雅慧 我们每星期都有活动 独立每个学生都参加我们学生会 ACC学生会自从成立以来 刚开始只有五个成员 在一个小屋里 计划怎么帮助学生们 更积极地来中文学校学中文 怎么给学生一个代表在中文学校里面 从此以来我们从五名小成员 发展到这个二十多名的组织 我们举办了无数的活动 为ACCA提供了很多 opportunity 包括 Home Depot手工活动 家庭彩礼讲座 2015年文化节与中国朗诵比赛 ACCA首届新春联欢 财务讲座 有今天的2015年朗诵会 2016年朗诵会和运动会 ACCA学生会 欢迎你们来参加 现在只有二十多名成员 但是我们希望 可以再有更多的成员来参加我们 因为中文学校的未来就是你们了 现在中文学校有三个不同的同学俱乐部 网站设计俱乐部 篮球俱乐部和摄影俱乐部 这些俱乐部都很好玩 你应该参加咱们 咱们现在我给你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网站俱乐部就像名字说的那样子 你会学到怎么自作和设计网站 这是为咱们家长会收课 咱们摄影俱乐部 也是与家长志愿者收课 咱们在这个课里面 会了解相机的不同的功能 和学习不同的摄影的技巧 篮球俱乐部呢 是由前NBA职业球员策划的 咱们是在先进的室内篮球房里 每天每个中午都会训练 咱们现在队员有差不多20多元球队 但是咱们想做一个中文学校的篮球队 咱们都欢迎你们积极地参加咱们这三个学生俱乐部 你好 学生会 ACCA学生会的目的是通过活动提高学生学中文的兴趣 我们有讲座的能力 领导的能力和帮助社会的能力 我们邀请大家来参加ACCA学生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